自以幸福 诸人幸福 我是永言校长 欢迎收听言选好学 这个礼拜的新语新语单元 我选了佩玛邱佐的这段话 跟各位听众分享 你就是天空 其他的就只是天气而已 佩玛邱佐是美国籍的一位佛教老师 他师承著名的西藏禅修大师 邱阳创巴仁波切 他擅长从个人生命经验 及一般人的日常生活入手 将哲理化为细腻感人 又容易理解的学习字印 是多本畅销书的知名作者 深受全世界的读者喜爱 我第一次读到这段话的时候 脑袋里面出现的画面就是 宽阔的蓝天 那是多么的豪情大气的胸襟 外经验常常成为魔鬼瞻 紧黏着人们的心伤不放 这样做是让恐惧或者是焦虑 占据我们内心太多了 从人类的演化来看 恐惧的力量极为强大 因为它对生存至关重要 今日我们体验跟应对 看似一些微不足道的担忧的方式 是由神经机制所行锁的 而这套机制跟当年帮助我们老祖先对于自命的威胁所做出的反应 并且存活下来的机制是一模一样的 随着神经系统的进化 动物可能会犯两种错误 我们可以这么比喻 第一种相信树虫里有一只老虎 但其实没有 第二种是相信树虫里没有老虎 但其实是有的 在野外 如果犯第一种错误的代价是什么呢 就是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焦虑 这会让人家感到不舒服 但是不会致命 那如果是犯第二种错误的代价又是什么呢 很有可能就是上命了 因此呢 我们的祖先发展出一种强烈的倾向 也就是他相信树虫里有老虎 但其实没有 他们宁可这样做 避免在任何一次犯下了第二种错误 那就命都没了 结果呢 多数人因此高估的威胁 这样的一个偏见 往往很难被看穿 因而使他们威力强大 从远古到现代 深深的影响了人们的内心 为了让我们感到更安全 我们需要停止夸大的威胁 因为毕竟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 跟古时候在丛林里面生活的情况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不必过度担心自己会因为没有忧患意识 而命上虎口 大多数的情况都没有想象中的夸张 天也不会动不动就塌下来 也没有像以前有老虎等着饱餐你一顿 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事 就算不如预期 我们大部分的情况也有办法处理 即便你一己之力难以应户 但是人类经过长期的发展所衍生出来的群体生活 正是提醒我们遇到事情你可以寻求外部的资源来协助 你并不孤独 你是有帮手的 不论是青少年或成年人 当压力过大的时候 脑海中充斥着看似永无宁日的思考回路 EQ这本书的作者丹尼尔高曼称这个情况叫做情绪劫持 这时候我们可以透过简单的注意力转移训练 来缓和造成的身心不适 就像佩玛所说的 想象自己是一大片天空 过程中的风风雨雨都会过去 阳光还是会出来的 真实生活原本就是快乐和痛苦并存的 不会只有哪一种独占 当你深感痛苦的时候 不是幸福不见了 只是你的注意力全部被痛苦霸占住了 注意力放在哪里 世界就在哪里 各位都看过雪花玻璃球 当我们摇动玻璃球的时候 球里的亮片旋转飞舞 这时候球里的水变得浑浊不清 但是呢只要我们停止摇晃 那一些亮片也会慢慢的沉淀 水也会恢复清澈 那一些亮片呢就像我们的思绪 让脑袋忙个不停 使我们无法清晰思考 如果我们学会聚焦在一个中性的目标上 例如我上次节目里教各位的数数字 从一数到十 不去想其他的事物 分心了就从头再数起 这样的静心训练呢 可以转移注意力 不去理会混乱的思绪 或者即将爆发的愤怒 身心感觉会更加和谐 多做这样的训练 控制情绪的能力 就会像肌肉一样 会越练越强健 静心不代表要把脑袋放空或进空 更不要误解 静心时如果产生任何的思绪是不好的 就好像刚才我们说 那个雪花玻璃球一样 那一些亮片只是沉到球底 并没有消失 只是让它待在一旁 不要出来一直乱 所以啊 静心训练呢 没有那么神奇 它可以帮助我们管理压力 让自己放松 脑袋安静下来 但是呢 只有透过静心练习呢 是无法完全消失压力的 就好比说 功课没做完 所造成的压力 光是靠静心 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还是得从事情的根本去处理 但是心能静下来 就有助于我们看清 自己内心跟周遭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心静下来 降低情绪的影响 人便能够将 自身跟外在的事物 观察得更清楚明白 当人能够了解自己 看清自己跟他人的关系 就更能懂得去关怀他人 进而跟其他的人 还有全世界去做一些连结 静不下心呢 是现代人的毛病 学生进不下心 就做事毛躁 学习不专注 大人进不下心 除了会影响工作跟生活 还会影响亲子互动 当孩子经由行为或言语 向你传达讯息的时候 你的应对姿态是指责 讨好或是说教呢 很遗憾的这些的应对姿态都没有接触到孩子的内在 原因很可能就是因为你根本没有静下心来感受 倾听 美国诗人亨利索罗说 幸福就像一只蝴蝶 你越追他 他就会越夺你 但如果你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情身上 他就会在你的肩膀上轻轻的停留 这是很有哲理的一段描述 也很生动 过度的强求会造成注意力的偏执 往往会适得其反 保持平常心 才能安适自在 日尽有功 一个无法控制注意力的人 就不算是自己心的主人 注意力可以透过静心练习 慢慢找回家喻内心的本事 今天的心语心语 我选了黑马的这段话 和大家分享 你就是天空 其他的就只是天气而已 希望对你有帮助 感谢各位的收听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帮我订阅分享 你的回馈是支持我继续奉献的动力 今天的节目就跟各位聊到这里 严选好学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